南韓周同以西岳的妻子第一夫人金建西在周六下午1点30分左右传出被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秘密传唤 根据海联社报道传唤金建西的是反腐败搜查二部和刑事一部两个部门 他们在第三方地点面对面征讯金建西直到凌晨1点20分才结束 也就是说这场秘密征讯进行了将近12个小时 这次南韩检方是以金建西涉嫌反贪污法才传唤调查他 他们指控金建西炒作德国汽车大厂的南韩经销商德意志汽车的股价 而且收受昂贵名牌包 对于名牌包金建西这个月稍早已经对检方表示 单纯是以礼物的刑事收下和职务并无关联 更已经下令驻守归还 但由于驻守因为其他事物过于忙碌 因此尚未履行第一夫人的归还指示 关于这场秘密征讯呢 南韩检方没有公布结果 但金建西发出最新声明强调自己是配合调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